观众朋友们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哦 在斗罗大陆中,唐三因为比赛受挫,导致逼关修炼 就在唐三差点走火入魔的时候,他的网民交好友独斗罗 前来向他讨要,子母追魂胆 其实独斗罗之间并不觉得唐三的暗器有多厉害 但是在使用过一次之后,突然觉得这是个宝物 独斗罗来索扬暗器的时候,见唐三比赛受挫 他很用心地开导了他,使他重获信心 但得知唐三目标是夺得比赛冠军,独斗罗一点也不看好 还劝唐三趁早放弃 但唐三向独斗罗证实自己紧紧混踪实力 就已经拥有了黑色的万年魂环 想想他表明自己有夺冠的实力 但独斗罗表示,无魂念得知唐三实力非凡 未想办法将他铲除 唐三挺大,对独斗罗说自己可不是无魂念想铲除就能铲除的 并坚信用脑力争夺冠军 而唐三也是个非常固执的人 独斗罗知道没有办法改变唐三的想法 并且知道唐三的实力以及身后的背景 于是就只能随他去了 但是这次独斗罗前来 其实是想尽办法占唐三的便宜 毕竟拿走了暗器,还说唐三是他孙子 唐浩知道这件事情也是非常愤怒的 而大家觉得,唐浩会有什么样的做法呢? 好了,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